洞房夜 女人仰头喝下一杯烈酒 硬着头皮钻进了被窝 随后好像认了命一般闭上眼睛 准备迎接男人的到来 不料 下一秒 一个满手浓窗的男人走了进来 经历了一晚非人折磨 莉莉也不幸染上了重病 老宝却丝毫不关心她的病情 她只关心 对方还能给自己带来多大利益 从一开始 她就没想过给她花钱之病 而是考虑如何榨取她最后的剩余价值 为此每天给她安排几十个客人 由于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莉莉的身体每况愈下 她清除自己的身体 但她不想 就这样平白无故地死去 因为 她还要等她那远在日本的丈夫归来 如今和丈夫团聚的冤枉成了 她活着的唯一寄托 为此她不得不四处寻医问诊 寻找治疗花柳病的偏方 果然间 她听说大山深处有治疗此病的药材 便背上背楼 独自前往大山深处寻找 回来之后又把自己 套在各种药材之中 可几个月的反复摩擦 反而让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三个月过去了 丈夫还是没有一点消息 身上的红疹早已变不全身 为了再看丈夫一眼 莉莉不知在哪有听信片方 吃下了沾有人穴的馒头 但这只是病急乱投医 这番隔血搔痒的操作 注定了莉莉的病一天比一天更加严重 眼看她已病入膏肓 可那相隔万里的丈夫却遥遥无期 她自己也不清楚 对那个抛弃了自己的丈夫 是该爱还是该恨 现如今 只有那无尽的思念 让她强达起精神 倒着最后一口气 原来数月前 莉莉还是一个 扎着双马胃在油菜地里细细的姑娘 本可以拥有一个美好童年 可赌棍父亲因还不起赌债 要她去城里向亲戚借钱 可她却 无打无撞地跑到了一艘船上 莉莉天真浪漫 阿慧锦衣演就喜欢上了这个姑娘 月女无数的她 第一次被这个清纯的姑娘惊艳到 一时间静看愣了神 得知莉莉要去偶像院 便急不可耐地跟了上去 没想到 所谓的偶像院居然是男人的天堂 姑娘们见其一桌考究 猜到她准时一个富家公子 便一无风地全都为了上来 而阿慧此时想着的 却是莉莉那张纯洁无瑕的面容 随即她便指着墙角处 不知所云的莉莉说道 要她服侍自己 不行不行 金花是我的表妹啊 她又不是偶像 女人的话 让阿慧有些欣喜 而此时莉莉一时间 竟对眼前的男人也有些心动 内心如小鹿般蓬蓬直跳 这是她出生以来第一次收到表白 劳宝深安生意之道 自然不会放过这次赚钱机会 引导众人挽起了捉迷藏 愉快轻松的氛围下 两人很快抱在了一起 莉莉却向受尽的兔子急忙推开阿慧 跑出了后香园 但阿慧并没为放弃追求 隔天她又出现了 再次听到对方的表白 莉莉已经彻底爱上了阿慧 表姐也看出了表妹的心意 叮嘱她要把握好自己的幸福 毕竟身处乱世 能找到一个彼此相爱的伴侣何其艰难 莉莉从小就对爱情充满向往 在阿慧的身上 她自以为看到了美好未来 便义无反顾地嫁给了对方 洞房之夜 莉莉显得尤为紧张 为保持镇静 她喝下了一杯又一杯黄酒 阿慧看出了她内心的忐忑 温柔地帮其放松心情 愉快的夜晚总是那样短暂 婚后两人形影不离 每天过着如神仙般快活的日子 阿慧是个作家喜欢文字 莉莉虽然对文字不感兴趣 但因为阿慧喜欢 便也逐渐爱上了写字 每当阿慧写作时 她就在一旁为其淹没 这让原本文思枯竭的阿慧 如枯木逢春般灵感喷发 而她也给予了莉莉无比的温柔和宠爱 每天晚上她都会帮莉莉沐浴 空闲之遇 还会教莉莉鞋子 任由她在自己身上练习 和阿慧在一起的日子 是莉莉一生最美好的光景 然而让她难以忘怀的是 阿慧却从未对她说过 我爱你 晚上洗澡时 阿慧拿出手中的耳环送给莉莉 但是话里话外 却透着让人怀疑的意味 本来想带回日本的 送给你了 为什么 最起念天 已经被爱情的幸福所包围的莉莉 从未想过 阿慧有一天会离开 也从未怀疑过 她会欺骗自己 她只想和眼前的男人一生一世 可这天发生的事让却她所料不及 一封从日本寄回来的信件 打破了现有的平静 莉莉这才明白 眼前这个对自己人爱有加的丈夫 在日本早已结婚生子 一时间她无法接受对方早已结婚的事实 也无法接受自己被骗婚 她失去了理智 对着男人拳打脚踢 敲着眼前 歇斯蒂里的莉莉 阿慧既愧疚又心疼 对于莉莉 她是真的打心蒂里喜欢 但想到远在日本为自己生下儿子的妻子 阿慧却又犹豫了 一边是自己最喜欢的女人 一边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她无法做出取舍 而与此同时 父亲突然离世的消息也接踵而止 这下她不得不回家奔丧了 临走前 为了弥补自己内心的愧疚 她把自己的全部继续留给了莉莉 但她刚走 钱就被岳父输了个金光 就在此时 南京城忽然又闹起了百年难遇的大饥荒 本就贫困的莉莉一家 再次陷入五米下锅的境地 无奈之下 她不得不再次上街乞讨 眼看家人即将饿死 她只好无奈地来偶乡园求助 想用身体换家人果腹 不曾想 黑心劳宝为了赚钱 不择手段 竟为她安排了一位全身长满浓疮的客人 一夜过后 莉莉不幸染上了花柳病 再也无法正常工作 劳宝剑气还有一些利用价值 当晚就又给她介绍了 同样身患花柳病的客人 即使她百般求饶 奈何对方丝毫不懂莲花细语 这玩过后 莉莉经常被这病 折磨得死去活来 但她还是用一念 强撑着被病痛折磨的身体 一遍遍在纸上写着阿辉的名字 幻想着对方会出现在自己身边 莉莉的可怜遭遇 让阿辉的好友大名也深感同情 她专门为其找来医生治疗 却被告知她已病入膏肓 已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 无奈她只能写信把这边发生的事 告诉阿辉 出人医疗的是 莉莉的病情近奇迹般有所好转 阿辉看到信件后 特意从日本赶了回来 相隔万里思念成疾的二人 再次激动地相拥在一起 莉莉开心地把她带回偶像园 比以前更加懂事 搬对待阿辉 可阿辉不想再次多坐停留 她一心只想带莉莉回日本治病 得知对方的来意后 莉莉再次崩溃 对着她拳打脚踢 完全失去了刚才的温柔姿态 她固执地认为 只要阿辉回到自己的身边 她就能痊愈 却不知 这一切都是她意想出来的幻觉罢了 大名建议阿辉紧早离开 毕竟日本还有另一个家庭 需要她照顾 隔壁的莉莉听着两人的谈话 陷入沉思 而阿辉的内心也在挣扎 她想带莉莉一起离开 可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何况这世上根本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如今她满脑子都是对莉莉的愧疚 她也明白把她带回日本意味着什么 但她就是不想看着自己心爱的女孩 自生自灭 隔壁的莉莉一直听着二人谈话 忽然间也释怀了 她决定不再人性了 便答应阿辉的提议 就这样 两人坐上了前往火车站的马车 一路上 莉莉紧紧抱住阿辉 仿佛把这当做了二人的最后一次拥抱 阿辉也同样紧抱着莉莉 两人当即下车查看情况 这时莉莉头上的帽子被一阵风刮走 她急忙上前追赶 阿辉也笑着跟了上去 不聊 下一秒 莉莉突然跌倒在地 再也没有起来 影片的最后 莉莉在阿辉的怀中笑着离去 因为她混迁猛绕的男人此刻就在身边 人间情字最难写 一点衣术都湿血 友情无情相似泪 落了魂魄脚骨髓 也许爱一个人爱到骨子里 便回一颗心全部都扑在对方身上吧 影片中的莉莉的愿意唱 倒在了心爱男人的怀中 也死在了阿辉最爱她的那个瞬间 在那个兵荒麻乱的时代 女人能找到一个爱自己的男人和其艰难 何况 对方还给予了她无微不知的关怀与照顾 或许导演在最后只是借用莉莉的死 告诉观众 莉莉心中早就明白了 她和阿辉注定不能长相厮守 所有才会用这样的方式离开 小伙伴们认为呢